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疫情出现了以后,全球应对的措施分很多种 实际上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它的做法也有很多区别 比如说美国,美国最近几个月我跑过中西部的一些州 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我去过这个Kansas沿途去了七八个州 回来路过黄石,然后又赶回西部 那么上个月我又去了一趟德州 那么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差不多跑了有十个州 感觉到明显的有区别 实际上一转眼想起来的话,区别也不是很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前天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 普莫娜,就有一家丹利斯可以糖吃了 大家都应该知道,加州在进入第二次居家令 你可以说在餐馆外的这个就餐都不允许了 但是终归还是有一些餐馆可以这样做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吧 但是你到中部去,绝大多数餐馆都是可以糖吃的 那这德州,你甚至能看到服务员站在你的桌边 合着音乐,摆动着身体 迎着节奏,拍着手 哼着曲调 让你感觉到跟有没有疫情,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沿途因为走的是最快路线 所以有很多路呢,它其实不是高速 或者说在我印象中,那种双向双车道的公路 它沿途会经过很多小镇 农业上面的影响基本上你看不到 很多农场,在它农场的这个围栏边上 都会摆一块川普的这个牌子 以示对川普的支持 那是你路过农业州的 实际上农业州也有很多工艺 有许多小镇 有的小镇上 这个 你感觉到24小时它是不停的 因为你从白天开到晚上 你都能看到 工厂里有人进进出出 那么停车位 基本上都是满的 工厂门口的一些快餐店 人满为患 你感觉不到 疫情对他们的冲击 事实上你要看一下50个州 至少有7个州 根本就没有宣布过居家令 所以美国出现过恐慌 2月份到4月份 它的工业数据下降了16% 今天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是多少呢 是5% 说明对美国的影响是有 但是通盘来看 这种恐慌已经结束了 而且事实上很多州 根本就没有执行 特别严厉的措施 你说有没有感染 是吧 肯定有 但是有许多人 他们认为居家令 戴口罩 限制人民众的自由 这是对自由的一种 钳制 他们甚至在抗议 美国我们知道 至少有2000万人没有工作 在家领失业金 今年 疫情爆发了以后 初次申领失业金的人 这个人数增长得非常快 但是4月份以后 就开始出现下降 各个工厂实际上 已经开始恢复 不是说疫情被控制住了 或者说 疫苗马上就出来了 只是 人们对它的了解 越来越多 整个国家的医疗 不再是那种 崩溃性的状态 所以民众对它的担忧 自然就降低了 而且美国的工业数据 设计上正在恢复 并且持续的恢复 我们总归会看到一些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 这个英国说 出现了变种 加拿大说 发现了 美国的这个顶级的 传染病学家 Fuch 他说 美国 你要是查的话 也会发现 这说明什么 疫苗还没有进行注射 或者说 没有大面积的注射呢 就存在一个 打补钉的问题了 就如同我们 差不多 每年 或者每半年 都要注射的这个 流感疫苗一样 一百年来 人们一直在试图 消灭每一个亚种 那么 那么 经常性的 他会通知你 流感疫苗又升级了 是吧 事实上就是打补钉了 让你再去注射 但人们对他还有恐慌吗 那应该说没有 对吧 一百多年来 人们对流感的恐慌 接近于 新冠疫情 在美国 目前遇到的情况 也是一样的 我身边原来 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 因为新冠疫情死亡 这次我见到了 但是我今天 刚刚见到一个 四月份检测出阳性的 他年龄比我小 他扛过去了 他跟我介绍 就是一场感冒 一个星期 当他拿到 检测报告的时候 其实离他康复 也就相差三四天了 他知道自己是阳性的时候 把自己隔离一起来 但是他的症状 三四天以后 就完全消失了 到了今天 他跟我说 没有什么影响 甚至都没有后遗症 他唯一比我们幸运的是 他现在应该体内 有一部分抗体 他在短时间内 不会再进行恐慌了 我知道有很多人 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得过新冠疫情 因为他的抵抗力比较好 所以他自然而然的 就扛过去了 我们知道疫苗 已经出现了 而且四月份开始 就要大面积的注射 丁先生很不幸 倒在了黎明之前 最黑暗的这一刻 按照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 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因为疫苗的出现 对新冠疫情的 这个警觉性降低了 有很多人在这一刻 发现自己是阳性 有一些人有担心 其实大可不必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 所有的信号 都不是特别好 俄罗斯说 他搞出了疫苗 是吧 大家不太信他 世界卫生组织 马上就出来破脏水 破冷水吧 所以这个 一定要经过 完全的这个 五期实验 实际上才能 进行注册 科学的东西 不要把脑袖掌 然后很快 俄罗斯的疫苗 就不宣传了 跟着就是中国 中国的疫苗 出口到一些 友好国家 无论是巴西 还是巴基斯坦 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 负面的报道 相当多 关于它的副作用 但是 今天的中国呢 据说各个单位 都在组织 大家去打这个东西 不打不行 我只看到了 一个声音 是吧 上海的张文宏 虽然他没拿到这个 抗议英雄的这个奖项 但是 还没有 闭嘴 他最新的一个视频 我看了一下 他的意思是 领导干部应该先打 但我相信 肯定不会有人 刻意的去宣传的 对吧 一个疫苗 还没有普遍 让大家注射 紧接着就告诉你 出现了变种 这说明 人们对这次疫情的控制 还没有完全展开 可以说 谁都怕 对吧 像我们这样的 五张半 赶六张的人 心里更是担忧 差不多十年前吧 我在2011年的体检中 检查出来像 脂肪肝 胆囊肿 他也啥的 就一大堆毛病 然后完了以后 医生跟我说 还都没到这个治疗的地步 然后把白酒戒了 是吧 最好把盐也戒了 然后少吃点肉 这个最好不吃肉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我活在干啥 对吧 我没有听他的 但是心里还是打鼓的 这两年 就变成了半年体检一次 到了美国来以后 加入了医保 医生给我查了个底调 可以说从连头查到连维 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的 检查自己的家底 不能有什么大的基础病 然后呢 锻炼身体我做不到 对吧 但最起码一点 这个增强免疫力 保障足够的睡眠 哪怕一天多睡几次 是吧 争取能睡到八小时 之前我们还老是嘲笑人家 说 生前何必九岁 死后自然常眠 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对个人的这个保健这一块 其实大家都还是 是不自觉的去加重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数据 有的是实实在在的 有的是虚搞的 什么叫虚搞 你今天看到中共公布出来的数据 其实很多都是一次性的 随着疫情导致的全球区域化 尤其是欧洲开始的二次克力 这就意味着各个国家都在建立自己完善的一套工业体系 包括原来因为生态环保各方面的因素 所剔除出去的都在防疫的这种指标之下 全面开始恢复了 没有人在提环保的问题了 即便有污染 也比丢了命要强 对吧 所以包括美国在内 很多国家默默的在做一些工作 他们的经济正在恢复 工业指标的数据 美联储公布的 美国比疫情发生之前只降低了5% 这个数据是明显的在恢复性的增长 而且是属于那种可持续性的 而中国的很多数据 实际上你看不看你都知道 问题很大 元旦放不了几天 春节呢 当你离开你的工作岗位以后 春节以后 是不是还能有更多的 稳定的工作机会 未来还奢望升职 其实心理打鼓的人有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数据 对比一下中国公布的数据 以及你身边朋友们 亲属们同学们的信息 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是有本账 只不过说出来 或者是憋在心里 多数人我相信憋在心里 即便自己明白了 也不愿意多说什么 因为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越来越不好了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